Hello 我是小包总 今天带你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下卖的扣扣24的一个大货 一些细节 那么这一只包包的话呢 是我们一个台湾客户下班的 那么我就拿这一只包包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这一只包包的话呢 它是一个焦糖颜色的 然后这一只的话呢 是一个小号 这一只的话呢 它的一个金属部分这里是一个香槟金扣的 并不是那种比较黄色系的那种金色 这个是一个比较淡的一个金扣 那么这一只的话呢 它是采用原产的一个黎子酱 像它这个牛皮的话呢 它是摸起来质感都是比较细腻的 因为像这些牛皮的话呢 它也是有分品种的 如果说是品种不一样的话 它这些牛皮摸起来的质感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一只的话呢 就是我们采用的原产皮跟这个圆板五金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些灵格的话呢 都是有规律性的并且非常的对准 我们可以看一下帮盖这里 下帮盖跟下边这里的话呢 它这个线条都是对准的 这只包的话呢 总体做工都是很精致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只包包的一个侧边 在侧边的话呢 我觉得它这只包的一个宽度还是挺可以的 因为像如果你宽度比较窄的话呢 就放的东西就比较少了 那么这一只的话呢 宽度总体还是算比较OK的 那么这个就是Coco它的一个背面 它背面的话呢 它是有做了一个小插带的 像平时我们出门有去购物的时候有一些票据 我们就可以学手 然后塞到这个插带里边就比较方便 而且它这种插带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紧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东西的时候也不用担心 它会掉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包包的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包包的一个底部 像底部的话呢 它是有做四个小鲁钉的 像有这种小鲁钉的设计的话呢 我觉得它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像这一些包包是皮质的话呢 就很容易刮伤的 所以的话呢 它有做了这四种小鲁钉的话呢 就可以防止它被刮到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支包包的一个内领 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那么像这个的话呢 就是包包的一个内领 像包包内领的话呢 它是有分成为两个的 中间是有隔开的 然后中间这部分的话呢 它还是可以放东西的 也是一个小口袋 那么这个就是它包包的一个内领容量的 这里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拉链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比较重要的镇件 好了 那么这一支的话呢 就是coco包包的一个 一个总体的一个小细节 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家 这支包包很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或者是可以直接加我们微信 之后的话呢 会多分享一下我们家大货的一些实拍 那么我们家微信的话呢 就是LV包 然后是一个箱子 好 好 感谢观看